4月25号的14时11分 尼泊尔发生了8点1级的地震 导致了我国西藏省的日苛泽地区 发生了3级以上的地震10次 最大震击也达到了7级 20万人不同程度的受灾 演艺界的人士纷纷伸出援手 而作为西藏人的韩红 看到了铺天盖地的伤亡新闻之后 就再坐不住了 第一时间组织赶往救灾现场 我就这样第一次踏上了日苛泽的土地 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到了大家相互集长吧 为自己也为这里的同胞们加个油 4月27号韩红带领着爱心团队 在凌晨时分抵达成都 和救援队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 商量救灾事宜 次日清晨韩红就带着救援物资 进入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日苛泽地区 30万的物资 50万的现金 三车货物已经全都备好了 一会准备出发 前往我们灾区的重镇之地 叫做涅拉木 哪里有灾难 哪里就能看到韩红的身影 汶川玉树亚安 不论是灾区慰问 号召募捐实地救援 韩红永远是冲在最前见 由于前两天才刚在亚安 做完灾后重建工作 别野的奔波和高海 把给韩红的身体加大了负荷 只能依靠西洋坚持救灾指挥 此时的韩红早已退去明星的光环 像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志愿者一样 冲在救灾的第一线 老韩用自己的行为 在为演艺界乃至所有观众 做了一个榜样 让我们一起祈祷 在区人民能一起度过这次难关 主要是早晚问差特别大 在区人民晚上睡觉可能防寒 防冷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需要棉被 我们都已经备好了 然后需要大一棉被防暖的 还有素食品 娱乐新天地 天灾无情 人有情 西藏采访报道 其实大爱无疆这样的话 不仅仅唱在他们的歌里 更在每一次他们出发 留给我们的背影上